迎新春 慈濟北海之会举办祈福会 志工邀请法师及民众许下新年好愿 你一去公就有几次许 我觉得这个队是很特别 竹筒回娘家 你一投入你的竹筒 你就会听到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希望说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都能够祈福增长 然后都能够在这个修道里面 能够菩提增长 大众齐聚 共善祈福 善的能量 期望能无限延伸 管制对什么种族都好 你们都是平等心 只要是有需要你们帮忙的 你们都会无私地去帮助 这个使得我很感动的 霹雳州的华都雅 也第一次举办祈福活动 环保镇也是菩萨招生的道场 三月前启用了这个环保镇 给阿德门认识这个地方 就是用自己来做这个睡眸祝福 来给他们认识 你们这个实际的 做这个环保镇 很好的一个活动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全世界都可以推广出去 另一场在珠宝镇 家帮圆环保点的活动 年位也十足 子女透过奉茶 向长辈表达感恩 感恩我母亲 还有谢谢慈禧给我 一个机会奉茶给我母亲 就非常开心 结果慈禧之工送上的福外红包 等于把福气接回家 大家用善念度过新的一面 大约新闻 这上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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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